欢迎收听古风穿越报效言情剧 第一交 第三百四十二集 得锤 皇上一收心思 朝他道 你放心 朕一定将使臣安全救出 北宴三皇子一抱拳 又重新坐下 就在北宴三皇子坐下的一瞬 郑国公道 是不是福星一会儿见了人 验伤就知道了 这话说出 郑国公心头因为洪光大师提起威远君冤魂 而产生的惊慌略略降低 就算洪光大师说的是真的 冤魂而已 他不怕 哼 活人他都不怕 死人冤魂他还怕什么 眼下他只要将苏卿定罪就可以了 郑国公迫不及待地想弄死苏卿 苏卿冷眼看着郑国公 国公爷既是这么有把握 之前怎么不提福星受伤之事 郑国公冷声道 之前不提 是臣没想到亲口认罪的人还能反咬臣一口 说着 扫了那平均一眼 苏卿扯嘴一笑 哼 既然国公爷一口咬定 他自己是清白的 儿臣才是有罪的 儿臣也希望父皇叫了福星来 以证儿臣清白 不过 如果福星来了 却不能证明他就是朝郑国公投掷马蜂窝之人 儿臣恳请皇上给儿臣做主 严惩郑国公 皇上的心思还沉浸在洪光大师所言的 有关威远君的事上 文言看了苏卿一眼吩咐道 去把福星带来 福星来得很快 一进门 大家就看到他左侧手臂 做了个纱布包扎 位置恰好是郑国公描述的 距离手腕一指之远 郑国公冷然地看向苏卿 这下 旧王妃还有什么可说的 苏卿一挑眉 朝福星道 你怎么受伤的 福星给皇上行过礼 立在苏卿一侧 启禀陛下 今日下午 晓得奉王妃的命 去金营给将士传话 晚上要做拉链训练 路上遇到有刑部衙役抓人 顺便帮忙 被歹人刺伤呢 等他说完 苏卿低声问 什么歹人 福星小声回答 没抓住 不知道 主仆俩说得旁若无人 郑国公阴笑道 呵呵 文明就是在大佛寺后山被刺伤 还要狡辩 说完 朝皇上一举拳 陛下 哪有这么巧合的伤口 还请陛下严惩 只要抓了福星 言行逼供下 他必定找出真相 福星抬毛瞪他 国公爷是有多心情 弄不着我们主子 就先拿小的开刀 都说了 小的是帮着刑部抓人 小的所言是不是真的 需要言行逼供吗 直接问问刑部的人不就是了 郑国公 白眼一翻 福星美好气道 郑国公也想要公报私仇 未免有点太直接了吧 郑国公气得发笑 公报私仇 本关于你有何私仇 你不过一个奴才 说罢 郑国公看向皇上 陛下 臣之所以说对福星言行逼供 不过是觉得刑部尚书事务繁忙 不知道为此等小事让他进宫一趟 声音一顿 扫了福星一眼又道 何况 福星说 他受伤是今日下午的事 而臣带人上大佛寺后山 却是上午的事 果真如福星所言的话 臣怎么会那般清楚地 知道他伤口的位置 福星嘀咕道 谁知道刺伤我的人 是不是你安排的 郑国公正要说话 洪光大师细细瞧过福星 抄皇上回禀 陛下 老那实在记不得 当时朝郑国公扔马蜂窝的人 是不是福星 不过 隐约轮廓 倒是真的有几分像 得了这话 郑国公更加肯定 要将福星抓起来 严刑审讯 陛下 现在人证物证拒权 还请陛下速速定夺 才好早些将那些 被九王妃抓起来的 北宴使团的人救出来 北宴三皇子看了郑国公眼 也跟着道 还请陛下 给小王做主 皇上疑惑地 看向洪光大师 你和苏卿 不是同伙的吗 怎么还出卖苏卿 迎上皇上不解的目光 洪光大师一脸坦然 目光赫赫 出嫁人不打狂语 皇上 眼角一抽 皇上无力地 哆嗦了一口气 福星到底是 九王妃的随从 若是直接抓了 严刑逼供 到底是含了人心呢 这以后 谁还敢与皇家接亲 还是先去将 刑部尚书叫来吧 副公公立刻领命 苏卿抱拳作医 儿臣谢父皇 郑国公则咬牙道 陛下 此事涉及北宴和大夏两朝 北宴三皇子打断了他的话 陛下 若九王妃当真就是绑架我们的山贼 陛下要如何处置 皇上眼皮一撩 看向他 三殿下合议 北宴三皇子阴沉着脸道 小王无权干涉贵朝国事 不过 这种事若是放在北宴 论罪当诸 希望陛下 不要包庇 不急皇上说话 郑国公就道 殿下放心 一旦查出山匪 不论是谁 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更何况 我朝陛下英明 绝不会包庇 绝不会包庇任何一个坏人 说话间 才出去传命令的福公公 折返回来 他身后还跟着刑部尚书 刑部尚书的手里 提着一个大麻袋 信了众人的目光 郑国公不由道 怎么来得这么快 扶公公朝皇上回禀 奴才朕要去传话 恰好尚书大人进宫 扶公公雨落 走回皇上身侧 刑部尚书将手里的麻袋 朝地上一搁 对皇上行礼 陛下 沉顺着线索 查到了第一批 袭击北宴使臣的山匪 这话一出 北宴三皇子和郑国公的脑子 轰得就炸了 第一批 那不就是郑国公安排的人吗 北宴三皇子不禁朝郑国公看过去 郑国公 刑部尚书将麻袋里的东西掏出 是几件山匪的衣裳 这是臣从十里铺 一个农家宅子里找到的 郑国公 十里铺 农家宅子 他在十里铺的确是有个宅子 抢劫了北宴使团的东西 就顺路将东西藏到了 十里铺宅子那里 刑部尚书找到了 一时间 郑国公有点头重脚轻 站不住 刑部尚书看了郑国公一眼 继续道 一同找到的 还有十几个 欠满珠玉的大箱子 因为太大 臣不方便带进来 都放在御书房门口 这几个箱子 想必就是北宴使团 丢失的那些财物 主子 听说有人 还没有点订阅呀 是 不行 上压压 好嘞 超久不动的 这些财物 向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